你好,我們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我們現在開始為您做教學展示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EGO PRO軸的一些設定 首先我們在軸上直接快點點一下 如果你希望你的軸是逆軸,那Reverse注意看一下 那這邊0到1.2 1.2到0 那你也可以用一種特殊的技巧 比如說,這是-0.12到1.3,那也可以用1.3到0 這樣也是可以的 那也是有逆軸的技巧 不過直接用這個Reverse是比較快的 再過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是Round to Nice Value,我們看一下 這個會給你一個比較完美的這個走的Range 和No Nice加Insert Data 你可以在這邊你另外再加的,OK 那另外有一些選項 就是說我們Auto Scale from 0 那這是從0開始的 那這有幾個選項 對稱的 Symmetry About 0 已經在那邊做對稱 那上下課是1.5跟負 1.5 然後Auto Scale from 0 這是另外一個的選項 這是屬於軸的這個選項 那另外 如果你是要Log 那你要選這個 這是Log的 Log2 這是選時間的 那這是軸的形式 然後你的字型也要在這邊設定 出體 協體 按Underline 那如果你要對Button來處理的話 那你一樣可以在這邊弄 所以整個軸的選項幾乎按下去之後 你去換了 全部是在這邊去選 再過來看Tick跟Grid的設計 如果Grid這邊我們看一下 Grid Off 然後如果On 那這邊的隔線就會出現 那你的線的顏色你可以自己去設計 那你也可以Major Only 目前我們每一個都是Major 那在這邊你的Ticker的Dimension 你Location你可以選Closing 那兩邊都有 如果你選Inside那就是在裡面 因為我們選Outside所以在外面 如果都不要那就選Outside 那這一個就是Ticker跟Grid的特點 然後我們看Label這邊 LabelOn 如果我們Label是軸 只有軸Only 然後off這邊這邊就看不到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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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节科技谢谢您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